Hello, 大家好, 又是Hey Channel的Ryden 最近天氣轉涼後,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容易患感冒 感冒未清, 通常都會咳很久 家人真的咳了很久 坊間流傳了一個幾個方法 就是凳橙, 凳橙給咳的人吃 其實是可以治療到他們的咳 我虧了兩天, 發覺效果非常好 原來整五天就可以清光了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燉橙 如果家裡沒有燉中的你, 可以用我這個方法 我覺得都蠻好的, 但我們接下來 主要材料就是橙 因為我家裡沒有燉中的緣故, 準備了一隻碗 還有石紙, 稍後就會教大家怎樣去做 最重要就是有一支牙籤在這裡 還有鹽 海鹽, 鹽 總之是鹽都可以, 不過海鹽就健康些 整個程序, 現在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切開橙 但是怎樣切法呢? 看著, 橙有兩粒定的 但是那粒定向上, 我們切多少度呢? 我們大概切, 好像一個蓋一樣 其實切它, 我想十分一, 落刀就可以了 好, 切完之後, 打開蓋這樣 這樣, 把鹽灑在這個面上 那一會兒蒸的時候, 鹽溶解了就會跟橙結合在一起 下鹽的原因是因為鹽是可以降火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蓋上蓋子 這個時候呢, 就用一支牙籤, 刺下去 然後呢, 固定了一個蓋子 把橙放在中間 這樣, 刺下去, 固定了一個蓋子 把橙放在中間 撈下去, 圍住這個面 這樣, 包圍住這個碗 這樣, 包圍住這個碗 因為呢, 家裡沒有精格的關係呢 我就用三隻叉 把它變成一個精格 然後呢, 就落水 因為要蒸過半小時的關係 所以, 水呢, 要加多些 最後呢, 我們就將 剛才預備好的那個石子和那個碗 然後, 放在一起 然後, 放在一起 然後, 放在一起 然後, 開火 然後, 開火 然後, 開火 蒸過半小時就搞定了 記得慢火 好, 這麼快就蒸好了 我們打開蓋子, 看熱外大家 因為蒸氣是很熱的 好, 我們現在把石子刷在裡面 好, 我們現在把石子刷在裡面 是什麼情況 對了, 就看到剛才的橙好像是 那些橙汁都蒸了出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小碗子 我們把橙汁去小碗子裡 容易一點 讓家人吃 好, 記住上面呢, 有支牙籤 你要移開它 把蓋子拿開它 這樣便吃得了 記住呢, 一吃的時候呢 就要連續吃五日 不要斷鍋 這樣才最有功效 希望呢, 可以幫到 咳緊又很辛苦 又苦無對策的你們呢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趣的話 現在就訂閱我的頻道吧 謝謝, 拜拜